我们今天就接着上一次的图像探索来继续进行 只是说我们一样的在正式的一个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今天再来进行一个热身的小游戏 同样就是我现在上传一张图 每个人凭自己的直觉看到这张图的第一印象 就是你们现在都有看到这张图了 你的第一个印象这张图 你觉得感觉舒服吗 舒服的请给我一 不舒服的请打二 就是每个人就用一句话写出你觉得舒服的原因 然后如果选不舒服的选二的 也就告诉你觉得不舒服的原因 这一张图呢 感觉就是刚干完活休息一下子这种 应该是属于轻松的状态 说天气真好去除个草吧 再来是老师呢 说绿草如荫刚刚清理完 总觉得会被绊倒 是还没有完成的工作 或者说工作完了 就要把工具收好 修正好的绿草坪上晒太阳 清爽舒适 那现在呢 我就要请你们呢 往反方向去想了 刚刚觉得舒服的人 请你找出这张图上 哪里让你觉得不舒服 当觉得不舒服的人 也请你找出一个可以让你觉得舒服的地方 老师是刚刚可把自己给累换了 干活好长一段时间 是墙上的漆色很漂亮 有阳光的味道 把工具放回工具棚 环境就更舒适了 我感觉工作是接近尾声 把工具收拾好就舒服了 等下又要再继续干活了 看见不远处有个围里 会不会有狗狗 那有没有人想要跟我对话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舒服跟不舒服的转换之间 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或者是要分享一下 先说一下好了 我做个示范 事上任何一张Ocard的心理图卡 它可能都有所谓的阳光面跟阴暗面 那就看当事人他的心态 第一个反应 他在看到这张Ocard的图卡的时候 他所捕捉到的 或是他自己在意象上 他希望 也就是跟他的内在 有一个共振的状态 是阳光面或阴暗面 所以你刚刚引导我们的 做的第一个 那个才是最真实的反应 而第二个事实上就所谓的是 在你给了一个要求之后 要我们去想一个反向 所以当你要求我们去想一个反向的时候 也就是所谓的人间的二人对立了 对 因为这个小游戏呢 其实主要就是说 每个人对于自己参与到的某件事 或是突然接收到的某些讯息 都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既定的理解 通常这个理解就会造成 我们对现在预见的事情 就有一个既定的看法 或者是可以预测到未来的一个状况 我们从哪里有这个既定的印象呢 一定是从过往的生命经验而来的 然后它就会造成我们 我们常列的一个印象 决定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感受 或者是我们的理解 我们的视野 见解的角度 所以我让大家说出 第一个感受的时候 当然是它一个直觉的 这个直觉 除了是既定的印象以外 也是可能很跟你当下 最近生活状况里的某一些经验有相关 所以马上会连接到一个舒服 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 后面再问说 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 就是二元对立的另外一面 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第一个印象确实很重要 可是它不等于全部的事实 不管你觉得这件事情 发生的事情 或是参与的人事物 你觉得它是好是坏 可是其实它都有另外一面 比如说我自己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说 天啊 这一定就是某个人 工作到一半 把东西丢了就跑了 然后我还要到一个 好像家里很偏僻的角落 才能找到这个工具 对我来讲很累 很辛苦 所以我对这张图的第一个印象 也是一个比较不舒适的状态 但是如果要我找出舒适的点呢 我觉得那个绿色的草坪 看起来实在是太舒服了 所以我会觉得 当我拿到这个工具 开始干活的时候 虽然我嘴里会抱怨 那个把工具丢在这儿的人 但我其实还蛮享受 在这个环境里工作的状态 或者是说 我到这里找到工具的 那个心情也会变好 甚至呢 我还可以再想远一点 我就会想到说 这么舒适的一个环境 怪不得那个人把工具丢了就跑掉了 这就是我自己产生的一个联想 那我也想要听一听 就是其他的人 看到这张图 一个简单的舒服不舒服 背后你有没有想到 跟你自己生活有关的一些故事啊 或者是说一些感受体验 如果有的话 就可以打开麦分享一下 我看到这张图片啊 包括然后老师第一个分享了他的感受 然后我就是有点被点到了 就是说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联想 就是看到这个铲子 我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就是这个铲子被放置在这个画面的正中间 然后呢 他又不美观 然后呢 又没有什么看头 但是他好像就在这个中间 无法忽略他 然后我就觉得他不舒服 其实我觉得他挺碍事的 好像我不管是走过去 还是走回来 我都会被这个铲子拌一跤 也许我把铲子拌倒 或者铲子把我拌一跤 反正他是一个很碍事的存在嘛 就是然后反面的话 就是他的就是那个对立面 就是说让我感觉到舒适的话 就是我会觉得说 可能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所处的这个房子的外面 好像也没有什么风景 看风景看不到风景 然后呢 要说舒适呢 好像我觉得那么小块地方 也不怎么舒适 就是也不能放飞自我 然后我觉得可能 就是这个只能说 这个墙面的颜色还比较漂亮 也许会让我的心情得到一个缓解 就是我的一个感受 对我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里面 就是还是跟孩子和我这个 自己未来的发展的一个矛盾嘛 就是我会纠结 就是说我到底是要把小孩 送去这个早脱班 把我自己解放出来 不管是就是要从时间和精力上解放出来 还是说呢 把这个早加班 送早加班的这个钱节省下来 我就多花点时间陪小孩 就是这个这个矛盾点 就让我觉得这个取舍 好像就像这个铲子一样 在这里一直爱事 爱着我只能在这个地方困在这儿 就没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最终不管我送去还是不送去 都要牺牲掉一些 就是如果我送去呢 我可能就就是那个 等于说钱要花 那我是不是能够真的解放出来 我也不知道 那也许会不会找其他其他的事情 就会把自己办住 就是我可能是在这个方面觉得很 让我觉得很比较困惑的一点 就是不舒服的那一点 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啊 你一样就是可以利用 类似这样的提问方式 就是说如果把孩子送去 那可以让自己享受到的是什么 然后再来你刚刚也提到牺牲 那你觉得你牺牲了什么 对不对 这可以问自己 然后可以把它列出来的 等一下我们就来以他这个案例 来做这个图卡的咨询 那我们现在先继续往下进行 其实可以听得出来 有没有发现人们总是在一个异象 或者是一个念头里面反复 什么叫反复 就是正反两面 也就是人们通常对一件事情的反应 会处在所谓的感情跟理性的 也许是对立哦 也许是拉扯 来其他同学请发言 我的话我看到这张图 就是一开始 因为颜色都是我喜欢的颜色 然后也很阳光 就觉得挺快乐的 就是很开心 那个心情 就是觉得天气那么好 可以去院子里头干活 然后呢 就是后来学姐又讲说那个反面的话 我就往那个阴暗的那个远处 就是暗处看了一下 就看到那个有远远的地方 有那个栅栏嘛 就是栏起来的 就觉得心里好像有一种 就是被阻挡的那种感觉 好像刚开始那个很开心的那个镜头 就一下子好像 现实情况好像并不是像我想的 可以这么的自由自在 就是可以去享受那个 我很自发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那种热忱 因为它好像有一个围篱在那边挡着我 会不会等一下我出去做事的时候 会有狗狗就是那种冲我叫呀 或者说我是不是被关起来的呀 然后就是好像有人会要来指点我 就是或者叫我去干嘛干嘛 就是那种 所以就会有这种一种隐忧吧 我结合我自己的生活的话 我觉得就是想到 其实就是我自己比较日常 比较常遇到的 我小的时候嘛 就是我反正每次我就是兴致勃勃 开开心心想要去做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我妈呀 或者是什么都会在旁边 就是要提醒我 哎你要当心什么呀 你这样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啊 就像是那道围离的那个感觉 然后我现在嘛 自己当妈妈了以后嘛 我就觉得尤其是最近吧 跟自己的小孩相处 我会觉得他就是挺懒的 挺被动的 总是自己就是很舒服 然后什么事情都要我在后面盯着 然后我现在讲他嘛 不像小的时候 就是讲一讲他就去了 现在的话我讲他 他会顶嘴就很凶的 就像那个会叫的狗狗一样 然后我就会就觉得想说那这么难沟通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 我也不想说 因为我其实联想到自己小的时候 其实一件事情我很愿意自己去做的 但是只要是大人在旁边也跟我说了一下 哎你就应该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哎那我就不想要做这件事 就瞬间就觉得没劲了 我就我就好像可能故意要跟他唱反调了 或者那其实我儿子的这个情况 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也许他自己挺舒服的在那边 或者他慢慢慢慢的 他自己会想到他要做些什么 但是我在那边就是盯着他 就是催着他 我就像是那个暗处的那个 那道围里一样 就是变成我自己 就像个监视机 就站在那个暗处看着他 有没有有没有去干活 有没有动起来 这个是我就是刚才我看到的 然后我看到我自己的这种 就像老师讲的这种这个投射吧 然后正反的那样的一种 就是我自己 我在那正面的时候 就是自然就是好像会有那个反面的 那个我在正面的时候 自然会有那个反面来演 就是有人会去演那个反面 那我站在那个阴暗处的时候 自然就是也有人去演那个在 在正面的那个 就是在阳光底下的那个 对就是同时存在的 是这样的情境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就是观察 我现在可能比较知道说 我儿子可能当下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是 也是他这样的处境过 那你透过你这样的分享啊 你会不会觉得说 你回看你儿子的状况 没有你当初想象的那么糟了 是啊 就会觉得 他如果说能够 就是他如果想要享受一下阳光 想要自在一下 舒服一下 一会儿再去干活 也是可以的 反正都是在家里嘛 就是他还是在我的保护之下的 就是那个威力 就可以作为一个景的 就是他就是一个家园的保护嘛 就是在那边 很好啊 就是说这个题目 为什么要正反两面 其实就要让你们看到说 除了第一印象以外 当你把另外一面也融进来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那么绝对了 不管是好的或坏 那你说好的不绝对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聚安思维嘛 对不对 那负面的就是一个阴阳调和 好 还有没有要分享的呢 其实我一开始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觉得并没有特别或者舒服 或者不舒服 并没有特别的感觉 只是觉得说 我会觉得这个 可能是以后我们家的后院 然后呢就有一把铲子在那边 就觉得说 可能就是还有活没干完 或者也有可能是 可能几天前我自己干了一半的活 我不想干了 我就把那个铲子搁在那边就跑了 然后可能过两天 我自己又到院子里面 看呀这个铲子还在 哦才想起 可能两天前我干了一半的活 还没还没干完 但可能就 嗯 我自己其实今天到院子里来 我也不是想来干活的 那我就会觉得说 那如果不想干了 我就干脆把铲子收起来 等以后 我又有那个兴致 要去干活的时候 我再把它拿出来 搁在那边 其实是会提醒我 好像总共有做不完的事情 因为平时在家里 其实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比如有时候我走到窗边 只是想看看窗外的风景 突然就发现那个猫的 那个饮水器里的水要没有了 又要洗了 又要给它加水 或者甚至于说 有时候我直到餐厅里 突然发现我老公可能抽的那个烟的那个烟缸 就放在桌子上 那我可能本来我没打算洗东西的 那可能就要先去把那个烟灰倒了 把烟缸洗了 就是经常会碰到这种 锁锁碎碎的这种 好像是它就在你眼前 其实你可以干 也可以不干 那有一些的话 就觉得还是先干了吧 比如猫它要喝水 它是它不能渴的 那这些是必须要干的 那对于有一些可干可不干 我自己心里不是很愿意干的 那我就觉得也就先不要干 就因为勉强干 自己心里也不太舒服 就在家里就这种情况太多了 我都觉得我已经习惯了 就是就像我今天看到这张图 我就觉得说这个铲子放在那边 那如果我今天愿意干 那我就拿起铲子继续吧 可能上一次没干完的活干完 那如果不想干 就干脆先把它收起来 就眼不见为尽这样 对好像这个画面 的确在你的生活里是到处都是 可是你不觉得 虽然你说习惯了 可是今天让你深入的讲一下 这个环境的状态 你还是可以讲出很多 并不是脑袋上理解的习惯了 这三个字就带过去的 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心境转折 这个习惯其实我觉得是我自己 给自己的一种催眠 就是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了 其实有一些也是把自己的情绪也就是压抑下来了 就这样 就因为日子也只能这样过下去 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会想 我在家里有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多出去一下 因为有时候我就在家里 也是想在家里安安静地看书 但是就觉得有时候好像 哪怕上个厕所都会发现 哎呀猫砂盆里还有猫屎 就要先铲一下猫屎 就一直会有这种锁锁碎碎的这种事情 就连个上厕所都不是那么的简单 所以有时候都想换一个环境 就是我要不要离开家去 到外面去看书 就家务是这种 就先把它抛开 就不要去管 因为在家里 有时候你真的 你躲不过 会有这种感觉 是 谢谢你的分享 好还有要分享的吗 每个人都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的名字就是 一张图卡 各自的直觉跟理性 之于自己的生活现况 光是这个 现在正在进行中的 就可以做一个视频 来所以接下来的 那个同学A请发言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你看一张图卡出来 可是因为每一个人自己 自己最近的生活状况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看到同一张图卡的时候 每个人在直觉上或理性上 被要求要去解释这张图卡的时候 说出来的都不一样 就说说我看这个 这张卡的第一感觉吧 我觉得这个卡 学姐问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跟我自己的 这个当下的这种的心理状态 联系很大 首先我今天是 刚刚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完了 今天的工作量 其实挺大的 就是我自己的上课 所以我看到他的以后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我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我现在是舒舒服服的 在这里休息了 然后又加上那一片绿地 我就觉得那个草坪 特别清爽 很舒服 像是修整过的 就是好像都是一切都是完成式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工作都清理完毕了 那个环境也很好 工作环境也很好 然后在这里可以 就是很悠闲的 很舒服的 然后看到这个阳光也不错 就是感觉现在是最舒服的时候 然后那后面就是学姐在问 换一个方式的时候 就是 其实就是特别的 可以提醒我 就是看这一张卡的时候 不是以那个 自己当下的这个第一直觉 就是我们还可以再去换一个角度 看问题 每一张卡其实可以换很多的角度 然后如果是说 以一个负面的话呢 我就是 马上想到的就是 这个工具 可不可以把它收起来 所以我觉得跟我自己的这个 养育者的这个 距离特别有关系 就是我希望 这个画面更干净一些 更整洁一些 这个工具 它应该回到它工具的那个 自己的应有的那个秩序里去 所以就是把它收起来会更好 我们在这种图卡的这个课程里面 首先我要强调第一面 第一面呢 反映的事实上是当事人 对这张图卡的第一个直觉的反射 因为他是在瞬间被要求说 你对这张图卡 你感觉那是什么 而且是你感觉那是什么 是这样问你的 所以我们要想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图卡 就是将来是要用这个图卡 来跟个案做所谓的心灵的 这个咨询跟辅导 以及帮助他厘清 厘清他的困惑 或者是帮助厘清他的生活的进化 或者是厘清长久以来 一直梗在他心里的一个 没有解决的事情 所以第一面 一定是一个非常真实的 不管这个第一面是一个正向的 或者这第一面是一个负向的 其实都反映着是当事人 非常真实的 真实的感觉 或真实的看法 至于在被要求出来的 都怎么样 都已经加入了所谓理性的运作了 而这个理性的运作可能有 也包含了 也包含了当事人所承载的 比如说他的家庭教养 他的教育背景 或者他现在生活的 生活环境加租于他的 他认为 他认为应该怎样的 或是他期待可以怎样的 所以那已经是第二面了 明白吗 明白这个第一面跟第二面的差距吗 是的 这个差距挺大的 而人们呢 事实上人们在生活里面 为什么会不快乐 或是为什么会觉得 对自己的生活还不够满意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第一面跟第二面的差距 第一面跟第二面的落差 对不对 对对对 是是是 这非常有意思 那如果我们用易经的思维来思考 事实上 如果你把第一面当作是阳 那第二面就是阴 也就是说 其实第一面跟第二面 两者 它存在着辩证关系 就是阳光面跟阴暗面 对对对 阴阴阳智慧道 是 所以我们每天呢 其实我们 我们的念头都活在所谓的阴阴阳智慧道里 所谓的阴阴天堂一念地域都可以这么说 是的 好来 那个下一个同学 那个 我看这个图的那个 Google的那个 就是那个感慨的是 确实是说 一个图片 一个图卡 上面的内容 反映的确实是说 那个当下 我的最近的那个心情和工作状态 非常直观 比如说 看这张图的第一感觉 因为我最近就是 我最近真的是很忙 然后那个 每每一天都是清班 然后 一项接一项 中间是就是 没有 好像那个机器一样 都是一项接一项流水线一样 都是卡在一起的 就像一个工作机器一样 然后我看到这个叫铁锹的时候 就是说 嗯 那个现在是无休 或者是是工作和工作项目之间的那个休息 我可以把它这个铁锹放在旁边 我可以坐在旁边休息一下 然后因为这个这幅图让我还 同时那个色调让我觉得舒服 就是绿色 黄色 然后还有灰色 就是这个三个颜色是很平衡的一个颜色 就是 就会让这个颜色本身就让我觉得很舒服 然后后面的铁网呢 我都觉得就是说 嗯 这个环境是让我是自己家的院子 是一种 有一种安全感 就是即便说我最近在忙 那我也是在为一些自己的一些事情 一下一下在做 我就是累 然后铲这个院子 那之间累呢 我也很愿意来做 就是要很 我就说很努力吧 我觉得今天还真的是非常努力 就是今天很累 我做案 那我给我自己的一个交代 正好呢 最近就是也会说 每天起床的时候 我都会谢谢我的身体 说 那个 辛苦了 不要忙一天了 然后离去的时候 我还在赶 一下我的身体 哎呀 你太辛苦了 今天劳力一天 然后睡觉 这样的状态 所以这幅图的第一点 就是说 是一个 我允许我自己休息 我也觉得对我 我应该是 那么一个很好的状态 好来 傅珍 我要问一下 你当时设定了这个桥段 我知道你的用意是什么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你为什么要设计这个桥段 在这个课程里 你是说这个每一次有一个热身的游戏吗 不是今天这个热身游戏 你一定有个你的核心目的嘛 你的核心目的让大家明白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我前面几堂都会尽量有一个热身的小游戏 首先一定是让大家可以比较快的熟悉 就是进入一个独徒的状态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的今天的这个热身小游戏 跟上一次有点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是抽了一张牌 然后让你们呢 然后让你们呢给这个牌命名 那个时候呢由你们来决定 你们直觉的是它是正面或者是负面 那我今天呢是直接给你们一个框架 就让你们选择是舒服还是不舒服 其实我也知道一定有人看到这个牌 一开始可能是很中性的 可是它就会被我限制住 必须回答舒服还是不舒服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设计的一个小用心来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生活本来就会有面临 就是不是正面就是负面的一种判断结果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我们把题目直接定为舒服 或不舒服也没有关系 或者说很开放式的让你们可以自己命题命名 去形容那个图片的感觉 也都是可以的 可是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来引导你们进入一张图 其实最终的目的都还是让这个图 让你所说的那些词汇 或者你被牵引出来的感受 它其实就是贴近你当下生活的境况 然后就是用一种各种玩法 让你们知道说可以用这样子去跟人 产生一个简单的沟通交流 或者是说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心理的谈话 我相信每一个人就你们都参与了刚刚 一个个案的生活事项 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群体里面有ABCDE有五个同学 可是五个同学看到这张图各自的描述不一样 而不一样的描述里面又隐含了各自最近的生活境况的心理反应 或者是心理的一种静色 静止的静 投射的色 所以即便是一张简单的卡 任何一个咨询师都可以用一张图卡来引导跟个案之间的谈话 而在谈话当中就可以知道 个案他自己生活境况里面 他那个直觉的也就是说他情感上的感受是什么 以及也可以听得出来他理性上认为他的生活境况应该是什么 或者是可以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学到这一点呢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主题就是欧卡的咨询演练嘛 那既然要做咨询的演练 我们就必须熟悉各种拉近跟个案谈话的任何的素材 任何的技巧 任何的方式 只要能够跟个案拉近所谓的亲和感 建立信任感 那就会是一个有效的咨询的切入 那我们这个段落先进行到这里 这个段落先进行到这里 这个段落先进行